好 觀眾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就在海上 不少人看到疑似有人溺水了 大家七手八腳拿來救生圈 就要把人趕快從海上救回來 但是還是有其中一名男子 仍然救上來的時候 是沒有了呼吸心跳 這狀況就發生在新北市的 瑞芳蝙蝠洞公園附近的海域 其實這三名男子 他們彼此都不認識 就在今天早上 一起在岸邊聊天之後 就相約一起下海來浮潛 但因為他們只穿了水母衣 結果差一點點就游不回來 其實有駐點民眾就已經告訴他們 這邊水域狀況不是很好 再加上颱風剛走 其實海面上的海浪還是相當的大 結果他們沒有穿舊聲音 就直接下水浮潛 就在離岸邊50公尺的地方溺水了 幸好有募集民眾趕快來把人救起來 只是現在還是有其中一名男子 仍然在急救當中 以上是我們掌握道軍情形 現在時間鏡頭就要跑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